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故事倒是出病 八人抬官却丝毫不懂 倒是说老爷子不想死 唐朝年间蒲河村有个叫刘文义的小伙子 父亲走得早 自小就和母亲王室相依为命 眼看儿子长大 母亲王室开始着急起来 村里像刘文义这么大的孩子早已成家立业 可自己的儿子还打着光棍 可是刘家穷的街不开锅 附近的姑娘谁也不愿意嫁过来 王室整天爱声叹气的 刘文义看见后安慰母亲 娘 您不用担心 都说好人有好报 我从小就莫做过坏事 没准过两天 就从天上掉下来个漂亮媳妇 王室被儿子的话都笑了 他知道儿子是安慰自己 这天早上 王室对儿子说 儿啊 你去找县城里的周大嘴 她是咱们这儿最厉害的媒婆 让她给你说门亲事 说住王室将五两银子递给儿子 刘文义无奈 只好收起银子 抓起个馒头往外走去 刘文义来到城里 正好路过张园外家门口 见两个家丁拖着一个年轻女子往外走 女子不停地求饶 可两人却不畏所动 其中一个上年级的家丁说 翠莲 你别怪我们 老爷说把你卖到依红院去 正好可以卖五两银子 女子哭着恳求道 管家 你再帮我求求老爷 我知道错了 别把我卖到依红院 家丁说 翠莲 这我们可做不了主 叫翠莲的女孩拼了命地朝四周的看客们求助 各位叔叔大娘 你们行行好救救啊 看着翠莲无助的样子 刘文义热血上头 他大喊一声 住手 那两个家丁打量刘文义半天 岁数大的家丁说 小伙子 别多管闲事 刘文义说 那五两银子 我出 说主从口袋里 掏出五两银子 递了过去 家丁接过银子 颠了颠 然后朝那人一失眼色 两人同时放手 转身走回张宅 刘文义将翠莲掺起 然后说 姑娘 你快回家吧 翠莲哭着说 安公 我早已无家可归 既然你花钱救了我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刘文义赶忙摆手 这可使不得 我救你并不是为了这个 翠莲扑通一声 跪在刘文义跟前 梨花待雨地说 安公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你如果不要我 我就掌柜不起 刘文义健壮 只好点头答应 他也没心情去找周媒婆了 带着翠莲就回了家 一进家门 王氏愣在当场 他问道 这姑娘是谁 刘文义把金国和母亲说了一遍 王氏气得差点晕过去 他指着刘文义道 五两银子你都给花了 将来你拿什么娶媳妇 正在这时 翠莲握住王氏的手 说道 伯母 您放心 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儿媳妇 王氏一听 立刻转怒为喜 他拉着翠莲聊了起来 翠莲毫不隐瞒将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原来翠莲从小就是个孤儿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进了张府做丫鬟 这些年他一直勤勤恳恳 认劳认怨 可前不久 六十八岁的张老爷见翠莲有几分姿色 便想纳他为妾 翠莲不想嫁给一个糟老头子 所以敌死不从 张老爷见不能得逞 便让管家把他卖到怡红院去 恰好被刘文艺所救 说道伤心处 翠莲又哭了起来 王氏安慰道 翠莲 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你和文艺好好过日子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翠莲娇羞得点了点头 一个月后 刘文艺和翠莲拜了天地 结成夫妻 婚后 小两口恩爱非常 刘文艺每天下地种田 翠莲就在家里操持家务 日子虽然不富裕 但却幸福安稳 可不到一个月 翠莲逐渐暴露了本性 她每天要睡到晌午才肯起床 对家里的活儿也不闻不问 全部丢给王氏一个人干 王氏有些恼怒 这天她对翠莲说 翠莲 你看谁家媳妇 不帮着婆婆干活 翠莲冷哼一声 道 娘 不就是干点活吗 您要是不愿意干 就留给文艺干 王氏一听 刚要发火 却见刘文艺从外面走了进来 王氏只好把话又咽了回去 他问道 儿啊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刘文艺说 娘 村西头的孙大伯去世了 我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王氏惊讶地说 啥时候的事啊 就刚才 孙大伯的儿子正在给各家报信呢 我琢磨着孙大伯对咱家有恩 想过去帮帮忙 王氏道 好 好 快去吧 刘文艺转身直奔村西头的孙家而去 几天后 孙家出殡 刘文艺被安排去抬关 蒲河村有规矩 没结婚的男子是不允许抬关的 所以刘文艺这也是大姑娘上叫头一回 刘文艺心里忐忑 于是问旁边的杠头儿蒋四 棺菜沉骂 蒋四说咱们抬的是八人杠 又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所以不沉 听了蒋四的话 刘文艺心里也有了底 可等他抬上的时候却傻了眼 刘文艺使出了吃奶的劲儿 棺材确实毫不动 他心想这棺材也太沉了 根本不像蒋四说的那么轻松 其实不单留文艺 有这种感觉 其他人也是一样 孙家的大儿子 察觉到了这边的异常 赶忙跑过来询问 蒋四皱眉道 这杠太沉了 根本抬不动 估计是你家老爷子不想死 难道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孙家大儿子也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蒋四哀叹一声 走到棺材前单腿跪地 双手摆了一个古怪的手势 然后口中念念有词 好半天 蒋四才重新站起身 对孙家大儿子说道 好了 快起临吧 别误了时辰 随着蒋四的一声吼 刘文艺等人 又将棺材抬了起来 这回刘文艺发觉 棺材明显轻了不少 变成了正常重量 晚上 刘文艺回到家 一头倒在床上 翠莲凑过来 说 老孙家还真挺有家底 光陪葬的银钉子 就有九个 刘文艺道 今天的事说起来有些邪门 我们八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才堪堪抬动 可蒋四就在棺材前 捣过了几句 那棺材就变轻了 听了这话 翠莲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她试探性地问 蒋四说什么了吗 刘文艺摇摇头 翠莲会心一笑 然后神秘地从袖中 掏出一个亮闪闪的银钉子 在刘文艺眼前晃了晃 刘文艺瞬间坐起身 她问道 哪来的 翠莲笑着说 我趁人不备 从老孙头的陪葬品里拿出来的 刘文艺一听 眼睛瞪得老大 她说 你怎么连死人的东西都偷 这魔作会遭报应的 翠莲连呸了三声 她说 这魔好的银子被埋在地下多可惜 我只是让她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难道今天棺材不愿走 就是因为你动了这银子的缘故 翠莲嘴硬道 跟我有什么关系 肯定是你们台关的人墨劲 我可告诉你 这是千万别说出去 刘文艺还要说什么 翠莲眼睛一瞪 她只好闭口不言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 后来村子里只要一有人去世 就会发生棺材抬不起的古怪事 这天晚上 刘文艺刚要躺下 翠莲突然凑过来说 相公 我听说邻村无财主的女儿死了 他们家纳膜有钱 陪葬品肯定少不了 不如你今晚去她的坟墓看看 刘文艺恼怒道 你已经拿了不少东西 还不知足 竟然要我去盗墓 翠莲一脸不高兴地说 咱们村都是穷人 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可五彩主家富得流油 我听说她就一个女儿 陪葬肯定少不了 我不去 翠莲满脸怒意 刘文艺 我嫁给你 算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要吃墨吃 要穿墨穿 你看看别人的老婆 谁不是穿金带银 你再看看我 今天你要是不去 咱俩就离婚 刘文艺被吵翻了 只得说我去 翠莲一听 转怒为喜 赶忙下厨房给丈夫做了几个好菜 等刘文艺吃喝完毕 便催促她赶快行动 刘文艺扛着锄头 来到吴家小姐的墓前 她把锄头扔到一边 坐在地上卸了半赏 才站起身开始挖土 不一会儿 刘文艺就将木挖开 紧接着她打开棺果 一个漂亮的女子映入眼帘 刘文艺不敢直视 只得转过头 伸手在棺果里哗啦 她不断地把金银珠 保往自己怀里装 一不小心 手碰到了吴小姐的身体 透骨的含义 瞬间传遍全身 刘文艺忽然清醒了许多 心里想起了母亲的教导 儿啊 咱们虽然穷 但活得要有骨气 刘文艺思虑再三 轻轻将怀里的金银珠宝 全部放回原位 然后又将棺果重新盯好 再把土重新填上 见一切收拾停荡 这才扛着锄头往家中走去 走着走着 突然对面冲出一行人 正是县衍的灌柴 领头的人说道 哎 你是干什么的 刘文艺赶忙回答 我是蒲河村的 名叫刘文艺 这磨碗了不睡觉 你扛着锄头下溜达什么 我们接到举报 有人在偷焚掘墓 刘文艺心想 难道刚才的事被人发现了 不过他还是强装镇定地说 灌柴大哥 我只是路过此地 我可没有偷焚掘墓 不信你搜 那灌柴朝两边一时眼色 顿时冲过来两个手下 他们对刘文艺资在细细地搜查了一遍 结果什么都没搜到 那领头的说道 没事别瞎溜达 赶快回家 回到家 刘文艺把锄头 轻轻靠在院墙上 自己进了屋 却见翠莲已经趴在桌上睡住了 刘文艺拍了拍他的肩膀 翠莲睁开眼 发现是丈夫 先是有些错愕 不过很快就消失不现 翠莲赶忙笑着说 怎么样 刘文艺把经过说了一遍 最后还不忘补充道 幸亏我今晚没有偷拿财宝 要不然 你就见不到我了 翠莲文艺也是大惊失色 他说 算了 可能是我们命中没财 睡觉吧 说主吹灭了烛火 又过了几天 这天早上 翠莲对刘文艺说 相公 我最近攒了些银钱 你拿着做些小生意 怎么也好过种地呀 刘文艺说 那你说做什么好呢 翠莲说 我听说现在茶叶很赚钱 不如你去进批茶叶来卖 刘文艺说道 可咱们对茶叶一窍不通啊 翠莲笑着说 这有什么 县城浮原茶庄的赵掌柜 我以前见过 明天咱们就去拜访他 如果人家肯指点一二 你不就会了吗 刘文艺一听 说 好 那咱们明天就出发 第二天 夫妻二人来到扶原茶庄 找到赵掌柜 赵掌柜得知他们的来意后 说道 你们来问我就算是对了 别的我不敢说 对于茶叶我可是行家 这个赵掌柜口若悬河 从早上一直说到中午 最后他拍着胸脯 对刘文艺说 贤弟 你想进到便宜的茶叶 我建议你去福建看看 在福建城东有个高声客栈 那里的汪掌柜是我多年的好友 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他 刘文艺朝赵掌柜身识一礼 道 赵掌柜 您的大恩 将来刘某一定报答 赵掌柜说 咱们俩一见如故 无需客气 回到家 刘文艺把要去福建饭茶的事 和母亲说了一遍 王氏有些担心地叮嘱道 儿啊 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刘文艺重重地点了点头 此日 刘文艺收拾好行囊 离开了蒲河村 没想到四个月后 刘文艺克死他乡的消息 就传了回来 据传信任叙述 刘文艺到福建后 按照赵掌柜的指引住进了高升客栈 后来在汪掌柜的帮助下 他订好了一车茶叶 可往回运的途中 突遇暴雨 刘文艺为了保护茶叶 被卷进洪水之中 至今尸体也没有找到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刘文艺断无生还的可能 汪掌柜得到消息 赶忙派伙鸡前来送信 翠莲听完后顿时大哭起来 王室更是眼前一黑 差点晕倒在地 自此之后 王室茶不思饭不想 整日以泪洗面 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一年后 这天晨午 翠莲刚刚起床 正在化妆 忽然一个人推门而入 喊道翠莲 翠莲惊叉地扭过头 瞬间张大了嘴巴 她颤声道道 你是人是鬼 那人道 我是文艺 你丈夫啊 翠莲不可置信地 看着对面的刘文艺 她说 你不是被洪水卷走了吗 刘文艺激动地说 我被一位好心的船夫救了 养了半年多才康复 我好了之后 立刻赶回来见你和娘 对了 娘呢 翠莲满寒热泪地说 娘听了你的死讯 悲伤过度 半年前去世了 什么 娘 儿子不孝啊 刘文艺悲痛万分 翠莲说 娘被葬在村外 你快去祭拜她老人家吧 刘文艺也莫多想 直接向村外跑去 不一会儿 她来到了母亲的墓前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顿时气不成声 不知过了多久 刘文艺竟然睡住了 睡梦中 她听到母亲在叫她 刘文艺猛然睁开双眼 只见母亲正站在自己身前 刘文艺开心地叫了一声 娘王氏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说 儿啊 你终于回来了 太好了 娘 我回来了 王氏继续说 儿啊 你的媳妇翠莲不是好人 她要加害于你 刘文艺不解地说 娘 翠莲虽然脾气不好 可她是不会加害我的 王氏说 傻孩子 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不信 你问问他们 说主向后一致 王氏身后突然出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都是村子里前几年去世的乡邻 其中就包括孙大伯 孙大伯一步来到刘文艺跟前 说道 你媳妇偷了我们的陪葬品 都给了她的相好福原茶装照掌柜 翠莲当年被赶出张府 根本不是张员外要拿她为妻 而是她偷了张员外的银子 正在这时 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过来 她朝刘文艺施了个万夫 然后说道 刘公子 你还记得我吗 刘文艺说 你是吴小姐 对 是我 我还要感谢当年刘公子没有拿走那些陪葬品 才使得小女有了轮回的机会 吴小姐告诉刘文艺 当年翠莲表面上让她去挖坟掘墓 背地里却将信息告知官府 为的就是将刘文艺送进大牢 这样翠莲和赵掌柜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还有刘文艺去福建翻查也是他们安排好的 那个高升客栈的汪掌柜和他们是一伙的 即便刘文艺没有被洪水卷走 也会被汪掌柜暗中杀害 刘文艺如遭雷击 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吴小姐道 刘公子 你快走吧 翠莲已经和赵掌柜穿通好了 准备今晚要对你动手 刘文艺问道 那我应该怎么办 吴小姐说 为了报答你当年的恩情 你现在赶快去云祭寺赞避一事 过不久会有一个无形商人给你一笔钱 你通过这笔钱将来会飞黄腾达的 那你们怎么办 吴小姐一笑 露出两个迷人的小酒窝 我们还会再现的 说完众人消失不见 刘文艺猛然惊醒 她抹了把脸上的泪水 重新跪在母亲墓前 磕了三个头 这才转身朝云祭祀走去 几年后 一个富商走在省城的街道上 恰好看到路边的一个女乞丐 带着一个小女孩在乞讨 那副商绝的眼熟 上前仔细打量 这才认出女乞丐便是翠莲 翠莲也认出了富商 她轻声说 文艺 原来的富商正是刘文艺 刘文艺说道 翠莲 你怎么落得如此地薄 翠莲哀叹一声 这才娓娓道来 那日刘文艺突然回家 翠莲怕赵掌柜和刘文艺撞见 便借口让刘文艺去祭拜母亲 把她支走 带刘文艺走后 翠莲赶忙找到赵掌柜商量对策 赵掌柜原名赵成 以前也是张元外家的一个家丁 后来便和翠莲搞在一起 事情被张元外得知后 想把他俩一起轰走 翠莲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张元外心软热才只赶走了赵成 留下了翠莲 赵成平日里好吃懒做 眼高手低 全靠翠莲养活 翠莲未点微薄的工钱 根本就不够他挥霍的 于是翠莲打起了张府的银钱的主意 没想到第一次就被张元外人赃据货 这才有了先前的一幕 刘文艺花了五两银子 就下了翠莲 翠莲无处投奔 只得尾身嫁给刘文艺 可他和赵成一直也没有断 为了养活赵成 翠莲天儿走险 开始偷死人的陪葬品 赵成觉得这是一条捷径 于是开始盗墓 没想到击刺下来 收获颇风 最后竟然开了扶原茶庄 有钱之后 赵成和翠莲打算除掉刘文艺这个绊脚石 于是他们一边怂恿刘文艺 娶道武小姐的母 一边把这件事禀报了官府 不承想刘文艺没有贪图财富 躲过了一劫 后来赵成又安排刘文艺去福建翻查 并且暗中通知高升客栈的汪掌柜干掉刘文艺 可还没等他动手 刘文艺却在运茶途中被洪水捐走 不知所踪 赵成文训 心想这样更好省得自己费事 再加上王世经补助丧子之痛 最终撒手人寰 于是赵成便和翠莲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那日赵成听闻刘文艺回来了 便和翠莲商量打算将刘文艺毒害 可没想到刘文艺移去不复返 不久后翠莲便生下一个女孩 赵成给女儿起名赵金顶 把她侍卫掌上明珠 藤来有家 可这女儿自打落地那一刻起 就经常生病 为了给她治病 赵成和翠莲花光了所有家当 不但查装抵押出去了 就连房子都卖了 最后一家人都成了乞丐 落魄后的赵成末多久便病死了 只剩下翠莲和女儿金顶 整日靠乞讨为生 翠莲忽然说 文艺我也快不行了 我想把孩子托付给你 行吗 刘文艺想要拒绝 可看着面黄肌瘦的孩子 她还是点了点头 翠莲趴在地上给刘文艺磕了个头 起身消失在人群中 刘文艺望着小女孩 小女孩突然笑了起来 嘴角有两个迷人的小酒窝 刘文艺惊呼道 原来是你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贪瘾 想对仙女霸王硬赏功 仙女说 乱来你会后悔 明朝凤翔府 秦陵脚下有个叫牛抬钩的小山村 村里有一对夫妇 结婚多年 都已过儿立之年 还没有一儿半女 丈夫牛大壮 祖祖辈辈以砍柴卫生 到了他这一代 牛大壮仍然以此卫生 牛大壮踏实能干 妻子王石平时 在家里也做些针线 生活过的还算殷实 夫妇二人最大的心病 就是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牛大壮有一户邻居 家里只剩田石一人 田石年过不惑之年 是一个苦命人 早些年 他丈夫带着年少的儿子 在山里采药室 不幸遭遇山洪 父子二人被洪水冲走 最后活不现人 死不见尸 田石当时情绪崩溃 哭得昏厥过去 为此大病了一场 多亏善良的牛大壮夫 妇照顾他 田石才最终熬了过来 田石三十多岁 就丧失丈夫和儿子 从此就没有再嫁 一个人依靠拿手的针线活 维持生计 一天 田石的房屋漏雨 他就让热心的牛大壮榜 他秀里 牛大壮手脚麻利 不大功夫就把房屋修好了 田石给牛大壮断了一碗茶水 拉起一回家常 由于是多年的邻居 田石也知道牛大壮夫妇的心病 田石给牛大壮说 他有一个远房亲妻 是一名老郎中 医术不错啊 要不你们夫妇去找他看看 说不定能看好理 牛大壮回家后就给妻子商量了一下 妻子也没拾摸主张 一切都听牛大壮的安排 于是 牛大壮夫妇在田石的陪同下赶马车来到郎中家 经过郎中的诊断 问题还是出在妻子王氏身上 好在问题不大 郎中给王氏配置了几剂中药 然后嘱咐他 吃完这些汤药 身体调养一段 再要孩子 应该问题不大 牛大壮夫妇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总算有了盼头 谢过老郎中 三人就回到牛台沟 果然如老中医所说 一年后 王氏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牛大壮夫妇喜激而泣 对邻居田石也是感激了一番 多亏他的介绍 使得他们最终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解除了多年的心病 牛大壮为儿子取名牛玉郎 寄托了对儿子未来的期望 光阴荏染 日月如梭 一晃五年过去了 牛玉郎也到了破蒙入学阶段 牛大壮三十多岁才得子 对儿子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视 由于他没上过几天学 就早早地跟着家人开始砍柴 他就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牛玉郎倒也争气 在私塾里 夫子教的内容 他早早就能够熟读背诵 不断得到夫子的点头称赞 私塾里有二十多人 其中有一个叫张宝贵 是村理财主张有财的儿子 张宝贵小小年纪 不爱学习 整天欺负 捉弄同学 搞一些恶作剧 忠厚好学的牛玉郎 平时也没少受张宝贵的捉弄 张宝贵见不得夫子对牛玉郎的表扬 每次牛玉郎学习表现好 受到表扬时 张宝贵就拍桌子捣乱 由于张有财财大气粗 时不时给夫子一点好处 夫子对张宝贵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轻易不会管教他 张宝贵见夫子对他的行为很少管问 就更加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日益成为不良孩童 其他学童对他也是敢怒不敢言 一日 牛玉郎正在私塾学习 邻居田室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他给夫子低声说了几句 就把牛玉郎带走了 原来 牛玉郎家中由于不慎 发生了火灾 牛大壮夫妇在扑火挽救家时 财务时不幸双双欲难 牛玉郎看着自家房子被烧得残破不堪 父母面目全非地躺在院子时 牛玉郎挖地一声大哭起来 前来帮忙的乡亲们也是无奈叹气 田室紧紧搂着牛玉郎 泪流满面 不断安慰年幼的玉郎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 牛玉郎的父母被草草安葬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复 莽然间 牛玉郎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 好心的田师 念及牛大壮夫妇的平时的恩情 便收留了他 牛玉郎长到七岁时 再也不让艰难维持生计的田师供他读书了 他就主动到财主张 有财家去放牛 时间一晃而过 转眼间 牛玉郎长到十七 八岁的时候 已经出托成一个俊俏的小伙子 牛玉郎是一个勤快 孝顺的小伙 他一放牛回来 就帮田室挑水打柴 田室一旦有个身体抱养 不舒服 牛玉郎就请郎中医治 守在田室跟前进心事后 指导他病好 有一天 牛玉郎又上山去放牛 待老牛吃饱喝足后 他就靠在一棵大树下打顿休息 忽然 呼呼的一阵大风 把他惊醒 牛玉郎睁眼一看 不远处 只剑一条黑色大蟒蛇 刀着一个穿绫罗彩绸的少女 朝山上而去 少女不停地呼喊着 救命呀 救命呀 牛玉郎顾不得害怕 玛丽的顺手拾起一个石块 朝着大蟒蛇扔了过去 石块不偏不倚 正好击中了蟒蛇的头颈部 大蟒蛇痛得嘶嘶叫一声 扔下少女便逃之夭夭 牛玉郎脱掉自己的外套 用力撕成几块为少女 包扎一下于青山口 少女娇羞地看了牛玉郎一眼 便低下头说 多谢公子相救 我叫仙草 父母早就过世了 家就住在大山后面 一棵大冷山树旁 牛玉郎望着貌若天仙 亭亭玉立的仙草 也讲了一下自己的身世 相似的身世让牛玉郎和仙草 难免有些同病相连 两颗青春萌动的心拉近好多 从此以后 牛玉郎上山放牛 仙草总是过来陪伴他 衣服破了 仙草就帮他缝补 牛玉郎有了不开心事 仙草就唱歌 说笑陪他解忧愁 久而久之 两人每天都舍不得分离 感觉相守的一天 时间过得是那么飞快 牛玉郎心想 我要是娶了仙草 这样的媳妇该多好啊 有一次 太阳落山后 牛玉郎才依依不舍地 赶着牛回来 到家后 他马不停蹄 给田仕劈了一捆木柴 悬挑满一缸水 田仕疼爱这个懂事的孩子 说 还呀 在外放一天牛了 快歇歇吧 吃饭时 田仕高兴地说 今天有王媒婆来咱家 替了一门亲事 你年纪也不小了 是时候娶媳妇成嫁了 牛玉郎吞吞吐吐的说 不忙 不忙 田仕是一位有心人 他几次见玉郎的衣服 有被人整齐缝补的痕迹 便猜测到玉郎有了一中人 田仕放下碗筷 故意脸色一沉 说 孩儿 你不用再瞒我了 我都能猜测到了 和你相好的是哪家姑娘 我倒是好找王媒人 去说和提亲 牛玉郎看田仕都猜到了 不好意思再隐瞒 便把和仙草的相识经过讲了一遍 田仕听完 心里像开了一朵花一样高兴 就叮嘱牛玉郎 孩儿 下次你和仙草碰面时 你就问他愿不愿意做你的媳妇 这种话 我怎么好意思问他呢 牛玉郎满面通红 孩子 你一个大小活子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总不能等姑娘先给你开口吧 牛玉郎点了点头 说下次就主动给仙草开口 第二天天刚亮 牛玉郎早早就来到山上放牛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 等待着仙草的到来 然而 太阳都到日当午了 还连仙草的人影都莫见到 牛玉郎一时着急起来 心想 难道仙草家里有什么事 以对他的了解 仙草不会无辜不来的 昨天还聊得开开心心呢 牛玉郎实在无心放牛 便把牛栓在树上 决定到仙草家里去看看 他按照以前仙草给他说的 朝山后的大冷山树走去 他在山后的树林里找了好一会 果然看到一棵参天的一人腰抱粗壮的冷山树 大树旁边有一座红墙精致房屋 小院墙壁上会画住一些花花草草 牛玉郎欣喜 这应该就是仙草的家了 牛玉郎既紧张又激动 他鼓足勇气前去敲门 门很快枝压一下开了 开门的是一位老太太 对方鹤发童言 精神绝说 微笑着问道 你是牛玉郎吧 我家仙草常常提到你 说你善良 能干 你曾救过我家仙草 老身这次的好好谢谢你 牛玉郎脸红到脖子根 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还不停的用手扯着衣角 老太太把牛玉郎请进堂屋 一个小童端上一杯茶 太太道 玉郎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 你对我家仙草有情 仙草对你也有益 如今 老身我就为你俩青桥大县 做美煮婚 今日恰是个好日子 你们就拜堂成亲吧 牛玉郎心里顿时像吃了蜜一样 甜滋滋的 她红着脸说 妥协老太太成全 我一定会对仙草好的 老太太朝乡屋里喊了一声 孩儿们 出来吧 乡屋里顿时传来一阵欢快的笑声 接着走出来几位恶魔多姿的少女 个个穿着鳞搏绸缎 窈窕动人 牛玉郎一眼 便认出了仙草 仙草也含羞的含琴默默 望向牛玉郎 当天晚上 小院房屋里上上下下 张灯结彩 牛玉郎和仙草皆拜天地 入洞房热闹异常 此日老太太对仙草说 你和玉郎已成了夫妻 就跟她回去过日子吧 今后若碰到男士 再过来找我 牛玉郎夫妇再三拜别老太就回到牛台沟山村 田氏一见仙草 就紧紧拉着她的手 高兴的喝不拢嘴 山村的乡亲们听说牛玉郎带回来一个美貌若天仙的媳妇 纷纷前来观看 道喜 周围邻居见田氏房屋不够住 就在村边找了一处空旷地 帮他们盖了两间新草房 田氏还给这对新人 添了两双新棉被 捡了一个大大的喜字 话说张有才的儿子张宝贵 从小就喜欢捉弄欺负牛玉郎 如今长大了 也是吃喝嫖赌 样样会 还不到二十岁 家里已娶了一妻二姨胎 她听说牛玉郎娶了个天仙一样的美娇妻 野心痒痒想过来瞅瞅 这天张宝贵带着一个家童 拿一份贺礼前来 虽说牛玉郎和他不对付 平时除了给他家放牛 甚少和他来往 牛玉郎见他前来 还是客气地把他请进屋里 仙草间有客人来 便端上茶水 张宝贵接过茶水 眼珠子骨碌碌一转 瞬间惊呆了 长入风月场的他 玄从没见过如此美貌的女子 张宝贵直勾勾地看着仙草 一时忘记了接茶杯 仙草说了句公子请用茶便回到里间 牛玉郎和张宝贵客套寒暄了几句 张宝贵便起身告辞 等牛玉郎把张宝贵送到门外 对方一脸怀笑道 恭喜牛兄 此女只应天上有 奈何花落至人间 得此嫁人 夫妇何求 说吧 扬长而去 牛玉郎回到屋中 仙草从里间走了出来 说 相公 我觉得这位公子 举止轻浮 非良善之人 以后还是少与他来往为好 牛玉郎原本就对张宝贵 没失抹好感 自然是连连称事 决定以后也不再为他家放牛了 牛玉郎和仙草 新婚燕儿便商量 一起在附近山上 找了一片荒地 开始开荒种地的生活 每天日刚出 两人便上山劳作 夕阳西下时 又一道回家柴米油盐 小日子逐渐过得有滋有味 再说 张宝贵子哪天从牛玉郎家回来后 就一直茶不思 饭不想 满脑子都是牛玉郎媳妇仙草的倩影 他看着自己的夫人和两位仪态 就有一种莫名的心烦 越发觉着自己的女人 比起仙草的天仙美貌 简直就是懒蛤蟆 这女人的差距 咋这磨大呢 张宝贵或许是鬼迷心窍 其实她的夫人和两个姨太太 样貌都算不错 纯红齿白 就拿她前不久结识的 醉花楼的头号招牌妹玄来说 张宝贵现在也觉得 书仙草一结 当初张宝贵见妹玄 也是看一眼就沉迷其中 妹玄宛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娇艳欲低 妩媚动人 张宝贵那是妹玄每天的座上宾 出手阔绰 他本来打算花费不费银两把妹玄 许过来当三一太的 只是醉花楼的主人花姐不肯 一个头牌宝贝 来醉花楼还不到三个月 白花花的银子还莫挣够 花姐岂肯放手 花姐见张宝贵是熟客 就说道 张公子 妹玄只要在醉花楼待够两年 我就放手 到时候他就全属于你的了 张宝贵当时一听也是非常兴奋 如今一堵仙草的芳容后 心养难乃 欲罢不能 张宝贵顿时就对妹玄失去了兴趣 张宝贵心里对牛羽狼极度郁闷不已 心想这个过去替我家放牛的穷小子 我哪地方都比他强得多 这小子竟然如此艳浮不浅 许得如此一个美妞 张宝贵越想 心里越不平衡 不由歹心生起 一天傍晚 张玉郎刚从山上砍了一捆木柴回来 张宝贵的家童就急匆匆过来了 他要张玉郎到张家去一趟帮个忙 张家的牛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不好好吃东西 整体没有精神 由于老牛过去和牛玉郎长期待在一起 比较熟悉 于是请牛玉郎过去看看 牛玉郎听后 也是对老牛充满了牵挂 他给仙草打了个招呼 就跟随家童前往张家 牛玉郎他们前脚刚走不远 一个黑影鬼鬼祟祟 便潜入牛玉郎房前 牛玉郎砍柴回来后 仙草般已做好饭 眼见丈夫还莫顾的尝一口饭 就急匆匆跟随家童走了 仙草把饭菜重新放在锅里 等待牛玉郎回来 仙草坐在床檐上 在烛光下做起刺绣 仙草心善手巧 刺绣上的一对鸳鸯顺着水门在游异 徐徐如生 活像真的是的 仙草正在聚精会神的刺绣 突然那个黑影溜到床檐 一把抱住仙草 口吐粗气 美人 我可想死你了 仙草背着突如其来的一栋 惊得就像一条上了暗的鱼 一直在扑通扑通的跳 仙草回过神来 借助烛光 一看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花花公子张宝贵 张宝贵 你不要乱来 快点放开我 否则你会后悔的 仙草边正托边说道 美人 你就省点力从了我吧 牛玉郎正在我家 一时半会还回不来 你我快活一下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张宝贵说完 救霸王硬上宫 硬把仙草往床上压 张宝贵突然大叫一声 妈呀 鬼呀 张宝贵触电视的站了起来 随后吓得哆哆嗦嗦 就往外跑 张宝贵一口气跑到家里 瘫在地上 好一会才缓过神来 张宝贵想起 刚不久 把仙草压在床上的那一瞬间 还心有余悸 原来 张宝贵从后背 搂抱仙草 带到张宝贵压他在床上 四目相对时 仙草眼睛里 突然射出一道绿光 张宝贵当时下的触电一般 以为遇到了鬼 便慌不择路地 从牛玉郎家跑了出来 牛玉郎和家童 此时还在牛棚里 最近 张宝贵家的牛确实 精神不振 不好好吃草料 家童在跟张有才会抱牛的情况时 张宝贵正好也在场 于是 他就产生了遗迹 以让牛玉郎过来看牛味借口 骗牛玉郎从家中出来 使得他有可乘之机 不料 张宝贵偷鸡不成十把米 还吓得心惊肉跳 张宝贵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发凉 心想 这仙草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 或许就是一个精怪 再说牛玉郎 好一段没见到过去和他朝夕相处的老牛了 当他听到老牛的状况后 便急匆匆赶了过去 精神不振的老牛一看到牛玉郎 两眼立即炯炯有声 还用嘴去亲吻牛玉郎的手 牛玉郎抓了一把草料 放在料槽里 老牛很快吃得精光 家童见了这一幕 也是嘖嘖称奇 牛玉郎和老牛待了好一阵 看老牛的状态好了起来 便和老牛依依不舍的分别 牛玉郎回到家中 先草香没事发生似的 忙给牛玉郎把饭又热了一下 两人有说有笑地吃起饭来 谁料不久 牛台勾小山村闹起邪气来 突然一夜间 不少人家的牲畜都不明不白地死了 而且无一例外 都是脖子上有勒痕 有人说 是一条碗口粗壮的黑怪物进了村子 由此闹得人心惶惶 寝食难安 一到晚上 乡亲们都大门紧闭 不敢出门 这天 牛玉郎给天室送去一捆柴火 发现一群乡亲们聚在一起 在说什么事 可他们一见到牛玉郎过来了 纷纷都躲开了 牛玉郎心里很纳闷 平时这些乡亲对他都挺亲热的 老远见到他就打招呼 这是怎么了 牛玉郎带着疑惑 不解来到了田室家 还没等牛玉郎把木柴放下 田室便神秘地把牛玉郎拉到屋里 说道 孩儿呀 这两天我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 但又不方便去找你 张宝贵逢人便说 村里这次闹邪门都是仙草的缘故 说仙草是一个精怪 啊 这怎么可能 张宝贵咋能凭空污蔑我家仙草是怪物呢 牛玉郎先是惊讶 后又生气说道 孩呀 我也不相信天仙一样的仙草怎么可能是精怪呢 可现在村里人背着你们夫妻都这样讲呀 我昨天就想去你们家说这事 只是唯恐仙草听了会难过 就没方便去 人言可谓 唾沫星子可以淹死人 我还是回去找个机会问问仙草为好 牛玉郎从田市家出来 心事重重地走着 他从田市的话语中听出了担心 可他还是不相信善良 美丽的仙草会是个精怪 牛玉郎到了家 仙草赶忙把他的外套给他脱下来 托打了一下尘埃 问道 田妈妈还好吗 牛玉郎心不在焉地说 他最近还行 等两天我去看看他 好一段默去看望的老人家了 牛玉郎脱口而出 你不要去 牛玉郎说完就后悔了 他觉得这口气对仙草有些声音 仙草见牛玉郎今天有些异样 惊讶地问道 相公 你今天是咋的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牛玉郎神情黯然 欲言又止 相公 你我都是一家人 你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吗 牛玉郎沉默了一会 就把村里闹邪气 乡亲们的议论都说了一下 仙草听后 是冲着我来的 牛玉郎说 这魔多牲畜被他造他丢命 我若不能除掉他 愧对乡亲们 说住 他抄起砍柴的斧头 要去找那黑蛇拼命除害 仙草帮拦住他说 那黑蛇本领高强 你这样去也是白白送命 牛玉郎说道 上次我救你石 不是还用石块砸中他的头部了吗 仙草皱起眉头 那次你是侥幸呀 当时他只顾叼着我前行 没有留意到你 牛玉郎叹口气说 开样子 是没办法除掉这黑色怪物了吗 还要他继续为飞坐逮到何时呢 仙草说 事到如今 都是因我而起 我并非是一个普通女子 我本是南极先锋家 一棵林之草 来到人间 金白发老太之典修炼多年 已成为人身 那天你舍命救我 我见你心地善良 便想和你白头偕老 没想到黑蛇怪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 为了我们能在一起 我要助你一笔之力 除掉那黑蛇怪 娘子 那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除掉那黑蛇怪 或许只有为我们主婚的白发老太能帮助我们 那日我们下山时 老太曾给我们说遇到男士 可以去找他 牛玉狼眼睛一亮 脸上的愁云顿时散去 兴奋说道 娘子 实不迟疑 咱们这就去找老太 两人带一些干粮 就上路前往 就在夫妻二人动身前往时 仙草突然感觉一阵恶心上冲 呕吐起来 牛玉狼吓了一跳 忙拿了一条毛巾 为仙草擦拭嘴角 娘子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牛玉狼不无担心说道 仙草忍住难受娇羞微笑说 我有了 你要当爹了 牛玉狼顿时转优为喜 他把仙草掺扶到床上 又找了郎中看了一下 果如仙草所说 郎中也说 仙草有了身孕 郎中恭喜一番 简单叮嘱了一些事项 就起身告辞了 牛玉狼高兴之余 对仙草说 娘子 如今你有了身孕 就在家好好养身 上山找老太帮忙除害的事 也不能耽误 就由我一人去做吧 事已至此 仙草便叮嘱了牛玉狼一番 牛玉狼便动身了 牛玉狼走了半天功夫 便来到了老太家 一见到老太 牛玉狼忙给老太 躬身失礼 老太问了一些牛玉狼夫妇的近况 牛玉狼就把他们夫妻二人幸福的生活 以及黑蛇怪祸害乡亲生处的事 述说一遍 牛玉狼急切问道 老太太 我要怎么做 才能除掉那个黑蛇怪 老太沉思了一会 说 若想除掉那黑蛇怪 需要吃些苦头 那黑蛇神通广大 降伏不易呀 牛玉狼坚定地说 只要能为乡亲和仙草除掉这个大害 哪怕上刀山 下活海 粉身碎骨 我也无怨无悔 好吧 孩子 看在你一片善心上 我就帮你一把 老太太从里屋取出一把拐杖递给牛玉狼 说 这是我防身用的降龙木拐杖 你随身带着它 到时它会助你一臂之力 多谢老太的乡主 只是不知道那黑蛇怪目前藏身何处 老太太指着西南太白山方向说 那蛇怪就藏身在太白山山腰一个山洞里 洞口有一棵参天莲香树 你从这走一天一夜就会找到那金怪 不过要小心呀 老太太又送给牛玉狼一些干粮 叮嘱了鸡具 牛玉狼拜谢完老太 只往西南方向奔去 牛玉狼走了一天一夜 终于来到太白山 他废了一番周折 寻找了好一阵 终于在山腰看见一棵参天莲香树 旁边就是一个山洞 牛玉狼心想 这估计就是那蛇怪的窝了 牛玉狼藏在莲香树后 观看山洞里的动静 可山洞里空无一物 莫非找错了地方 牛玉狼正在思绪时 忽然一阵大风刮来 还传来一阵阵丝丝的声响 随后一条三丈多长 碗口粗细的黑色大蛇 朝山洞爬行过来 这正是那黑蛇怪 躲藏在树后的牛玉狼 认出他来 只见黑蛇怪爬行到洞口 把身子一缩盘成几圈 握在洞口 闭上眼睛搭起盹来 牛玉狼握紧降龙目掌 从树后小心翼翼地向黑蛇怪走去 还没等牛玉狼靠近 黑蛇怪突然睁开两只绿森森 如鸡蛋大小的眼睛 昂起头 张开血盆大口 朝牛玉狼扑来 牛玉狼一闪 闪躲在树后 黑蛇怪没有扑上 那蛇怪又转身吐着杏子 去咬牛玉狼 牛玉狼跳出一米开外 举起来降龙目掌 奋力朝黑蛇怪七寸处打去 突然 降龙目掌发出一道白光 目掌瞬间变成一把闪闪发光的宝剑 牛玉狼一下子砍伤了黑蛇怪 黑蛇怪痛得嘶嘶狂叫 拖着尾巴连忙往山洞里逃去 就在黑蛇怪快要到山洞口时 忽然一阵巨响 山上滚下来好几个大石块 正好把洞口堵死 黑蛇怪见识不妙 转身朝树林中逃去 牛玉狼心里清楚 肯定是白发老太在暗处帮助他 牛玉狼更有了勇气 奋力去追赶那黑蛇怪 眼看牛玉狼就要追上他 黑蛇怪突然抛起长长的尾巴 猛拍打牛玉狼 牛玉狼握紧宝剑 奋力砍向尾巴 一箭下去 又砍掉了那怪物的长尾巴 黑蛇怪忍住痛疼 直直地昂起头 向牛玉狼疯狂扑来 牛玉狼立即躲了过去 趁机举起宝剑 对准黑蛇怪的七寸处 又是奋力一箭 七寸处被一下斩断两节 黑蛇怪躺在地上 扑腾正扎了几下 七寸处血流如主 很快便再也不动了 牛玉狼斩杀了黑蛇怪 累得瘫在地上 牛玉狼休息了好一会 吃些干粮 向山下走去 牛玉狼归还白发老太的降龙墓掌 败谢过他 便马不停蹄地回到了牛台沟 仙草见牛玉狼平安归来 故不得害羞 紧紧抱住牛玉狼喜机而起 此日 牛玉狼就把山村闹邪的缘故 以及除掉黑蛇怪的经过 给乡亲们讲述了一番 乡亲们纷纷前来慰问 道谢 田氏紧紧拉住牛玉狼 半天都舍不得丢开 田氏为牛玉狼的劫后余生 高兴地热泪盈眶 当他听到仙草有喜后 更是高兴地像个孩子 就在山村里的乡亲们 纷纷去牛玉狼家 感谢他除掉黑蛇怪 这个大害之际 张宝贵却冰泱泱地躺在床上 一兵不起 整个人都快瘦成了一个肉片 原来 自上次张宝贵对仙草非礼不成 反而吓个心惊肉跳 村里闹邪后 张宝贵见人便说仙草是个精怪 是仙草在作怪 末几天 张宝贵就开始一到晚上睡觉就做噩梦 被吓醒 搞得自己神经兮兮兮的 再加上他长期沾花惹草 纵于过度 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 张宝贵一连两天 滴水不进 卷缩在床上 目光呆滞地望着房梁发愣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 张宝贵游进灯窟 一命呜呼 张有才眼望着年纪轻轻的宝贵儿子 一命归西 一下子身受打击 急火攻心 突然中风瘫痪 再也站不起来 几个月后 仙草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牛玉郎看着这个小生命喜出望外 伴完儿子的满月酒后 仙草和牛玉郎看田氏一个人孤苦无依 就把田氏接到自己家中 从此 一家四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